不知道大家去過哪些城市? 你們是否去過蘇物 參加過Synulog聖英節? 或者去Oslo跟金沙游泳 還是去Bantamia Skydive呢? 還是去過碧瑶的山城吹風避暑 或是在克拉克的天使城紙醉金迷? 還是跟Ricky一樣喜歡到處潛水 享受海底下的絢爛美景? 歡迎收看飛樓達人 跟著Ricky即走進菲律賓 各位引頸期盼回到菲律賓的朋友 最近迎來了好消息 菲律賓政府日前宣布 只要完整施打疫苗 接下來持台灣的護照入境 菲律賓是不需要隔離的 應該會讓大家更有意願過去 而各家航空公司也摩拳差掌 推出便宜的機票 想要吸引大家飛往菲律賓 我們看到菲律賓的速物航空 從台北飛往馬尼拉 最便宜只要26元 而且在期限內還可以無限次改機票 真的讓人看得很心動 想要立刻booking機票 飛到菲律賓享受絕美風景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 菲律賓的旅遊景點 開始著手規劃未來的旅遊行程吧 另外如果談到菲律賓旅遊 就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介紹這一本好書 這是由賈幫主 就要聽劉所寫的《菲律賓自助全攻略》 這本書整理了作者游歷菲律賓從南到北的完整心得攻略 除了景點分析還有交通、民宿、餐廳 是規劃菲律賓自助旅遊必備的工具書 我手上這本是第一版 未來還會有第二版 接下來還有可能出新版 就知道這本書有多麼暢銷 我自己在規劃菲律賓的旅遊行程 也會參考這本工具書 我覺得相當實用 推薦給大家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菲律賓享譽盛名的長灘島 長灘島可以說是菲律賓知名都最高的旅遊景點 也是台灣人去菲律賓旅遊的熱門景點 長灘島是菲律賓一個島嶼 在中部比薩亞是群島的一部分 座落於馬尼拉南方大約315公里 是菲律賓的旅遊勝地之一 長灘島上兩個主要的觀光海灘 White Beach以及Blabo Beach 座落於島上最狹窄中間部分相反的兩端 白色海灘面向西方 而Blabo Beach則朝向東方 白色海灘是最主要的觀光海灘 海灘長大約4公里 那這裡有很多的度假村、飯店、餐廳 還有其他觀光設施 在海灘的中間大約2公里處 有一條海灘小徑 Beach Front Path 將海灘分成南北兩側 海灘小徑跟長灘島主要的車輛用道路連接 在白色海灘的北側末端 有一條步道與丁尼灣的海灘相連 Blabo Beach則與白色海灘 和遙遠相隔於長灘島的另外一邊 是島上第二大的觀光沙灘 也是滑浪、風帆和拖曳傘運動的主要場地 長灘島的面積不大 而鬧區主要集中在白色沙灘S1、S2、S3碼頭 而位於2號碼頭的D Mall 可以說是長灘島最熱鬧的地方 想要在長灘島逛街、購物、做SPA 都可以在這邊搞定 長灘島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旅遊景點 這邊的度假村、酒店相當高級 之前帶家人去這邊旅遊的時候 我們還有去體驗一個SPA 那個SPA除了是用椰子油以外 還有金箔在上面 用這個金箔的椰子油來按摩 印象真的相當深刻 而我自己去過菲律賓很多城市 那我也覺得長灘島的物價 跟其他地方比起來真的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大家如果去長灘島玩 想要住宿、吃飯、購買紀念品 一定要貨比三家多比到價錢喔 宿屋是菲律賓中部的群島Visayas 最大的城市 它南北長221公里 東西最寬僅41公里 地形起伏 中不多山地 有茂密的熱帶森林 四周圍狹窄的海濱平原 也有很多著名的旅遊景點 菲律賓7000多個島嶼之中 宿屋已經成為數一數二的觀光旅遊城市 除了它有豐富的天然資源 這裡也是菲律賓第二大城市 生活機能也相當方便 旁邊還有馬克丹島機場 所以要飛往宿屋旅遊相當的便利 想要享受陽光沙灘的朋友 宿屋一定是要造訪的景點 這裡的沿海有很多高級的酒店度假村 宿屋的市中心也提供許多餐廳、購物、按摩的行程 而台北、高雄都有直飛宿屋的班機 航程兩個多小時就到了 所以去宿屋旅遊對大家來說 這裡相對比較方便 在宿屋的市中心大家一定會去 埃阿拉莫 埃阿拉莫是一個很大的百貨商場 中間有個公園綠地 在這邊要逛街購物、吃飯都很方便 市中心還有一個IT Park 這裡也有很多的日本、韓國料理 也算是宿屋發展比較好的區域 近幾年新開的S&M 是全菲律賓第四大的百貨商場 這個百貨商場真的很大 在這裡逛街購物可以花上一整天 喜歡體驗宴生活的朋友 晚上一定要去Mango Square走走 菲律賓人很會唱歌 在Mango Square這裡有很多的酒吧、夜店 都會有駐唱的歌手 可以在這邊點一杯啤酒 然後慢慢欣賞菲律賓人美好的歌喉 希望體驗宴的朋友 在這邊的Club、酒吧 有很多的日本、韓國還有歐美的背包客 晚上可以來這邊唱歌、跳舞 以及享受五光十色的夜生活 再來跟大家聊聊宿屋的 Magdan Island Magdan Island Magdan Island在菲律賓中部接近宿屋的東岸 是一個矩形的珊瑚礁島 總面積大概是62平方公里 地勢相當低頻 並有一大片長滿紅樹的沼澤地 Magdan Island上面還有很多高級的度假村、酒店 很多的飯店、度假村 都有自己的私人沙灘 可以在這邊享受美麗的風景 Magdan Island這邊還有很多值得一訪的景點 像是Lub Lub紀念公園 還有宿屋很有名的吉他工廠 這裡還有一間很有特色的海上餐廳 大家如果去宿屋的話 真的可以去這邊品嘗不錯的海鮮料理喔 如果想要去附近的島嶼跳島 像是資深塘島、Orango Beach 從Magdan島的旅館出發過去也相當方便 這裡可以說是生活精神相當方便的島嶼 去宿屋的朋友 一定要去Magdan島走走喔 宿屋的旅遊景點相當豐富 有很多的水上活動 可以去潛水、跳島 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搭車去南部的Oslo看金鯊 在水面上浮淺 近距離享受海底巨人 Wale Strike 大家聽到鯊魚都會聯想到很可怕 雙猛的海底生物 但是金鯊可是相當溫馴的 也不會主動攻擊人 它的體型相當龐大 你在水面下可以看到 大概半台公車大小的鯊魚 從你身旁緩慢的游過 這個感覺真的很壯觀 這也是蠻有趣的經驗 但是要提醒一下 金鯊可是保育類的動物 我們在下水之前 當地人都會特別告誡 建議我們不要擦防曬乳 金鯊從你旁邊游過去的時候 你的手啊腳啊 也要小心不要碰到它的身體喔 可能會讓它不小心受傷 這一點要請大家特別注意 莫堡 莫堡位於宿屋市區的西南方 大概距離宿屋市區 90公里處的一個小村莊 這裡最有名的景點 就是海洋生態保育區 可以看到成千上萬的沙丁魚群 不管你有沒有在潛水 大概都有聽過 沙丁魚風暴 而在宿屋的這個末堡 就能夠體驗沙丁魚風暴 用浮潛的方式 就可以欣賞到 成千上萬隻沙丁魚 在你旁邊圍繞 如果你會潛水 或是自由潛水 能夠潛到更下面的地方 看到的景色會更特別喔 這個也是大家去宿屋 一定會去體驗的景點之一 Syneloc聖音節 Syneloc聖音節是每年1月 宿屋會舉辦的大型活動慶典 會有盛大的街頭遊行活動 我有一年參加聖音節的馬拉松 雖然是跑馬拉松 但是看到周圍的跑者盛裝打扮 每個人爭其動業也是很有趣的經驗 菲律賓宿屋的聖音節 起源是400多年前 麥哲倫帶領西班牙征服者艦隊 抵達宿屋 宣布宿屋成為西班牙的殖民地 引導當時的宿屋王國王后 以及人民信奉天主教 並且贈送一尊聖音像 作為宿屋皇后哈拉安喊受洗的禮物 在1565年4月開始 宿屋地區遭受到戰爭 大部分的建築物都被燒毀 但是神奇的是 這尊聖音像依然完好如初 因此被當地人譽為神奇 聖音大教堂以及裡面的聖音像 受到當地人家裡膜拜 一直到現在 而每年的Synologue 都會有很盛大的遊行慶典 會有相當多的菲律賓人 還有外國人前往參加 而為了防止恐怖攻擊 宿屋政府也會在這個時候 切斷網路通訊 所以當天你的手機只能夠拿來拍照 沒有辦法通訊跟上網 這個也是大家要注意的喔 所以如果想要體驗這些活動的話 每年的1月可以去宿屋 參加這個聖音節Synologue 最後想要跟大家分享 宿屋的語言學校 近幾年 菲律賓已經成為亞洲相當大的 語言補習基地 很多日本人、韓國人 都會送他們企業的員工 或者是學校的學生 去菲律賓學英文 而宿屋就是最大的 語言學校基地 這裡有很多的日本、韓國語言學校 韓國的語言學校相對會比較嚴格 每天可能有單字、句子的考試 如果句子的考試 單字沒有備熟 晚上可能不能出去喔 而日本的語言學校 相對學習的氛圍就會比較輕鬆 適合年紀比較大 或者是智智力比較好的同學 也因為有很多日本、韓國學生 在這邊學英文 近幾年也吸引很多台灣的學生 前往宿屋學英文 也發展出很多的 日本、韓國料理、餐廳、咖啡廳 對我們來說 飲食文化也比較接近 所以如果想要體驗 學英文、旅遊、宿屋 真的是相當不錯的景點 最後我想要分享 如果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真的很推薦來宿屋旅遊 因為宿屋有馬克丹島、國際機場 從台北、高雄直飛都很方便 再加上這邊的市區生活機能 也很完整 逛街、購物、按摩都很方便 而整個宿屋島有很多的旅遊景點 搭車大概三、四個小時就會到 距離旁邊的薄荷島 另外一個旅遊景點也很近 如果有時間的話 真的可以規劃一個禮拜來到宿屋 做深度的旅遊體驗 再來想要跟大家分享 菲律賓的薄荷島 薄荷島不後位於宿屋東南側的島嶼 是薄荷神管轄 面積3,269平方公里 海岸線長達261公里 薄荷島始於菲律賓第10大島 坐落於Visayas中心位置 島上的巧克力山名為俠爾 其樂山脈景觀吸引不少觀光客慕名而來 薄荷島也被稱為潛水聖地 是世界著名的潛水基點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巧克力山 巧克力山位於薄荷島中部的卡門附近 是島上不可錯過的一處 標誌性自然奇景 它由1268座外型一致的 高度40到120米不等的小山丘組成 之所以叫做巧克力山Chocolate Hills 是因為每到旱季 山上的草皮便會乾枯成褐色 一眼望去就會看到一顆一顆的巧克力 非常壯觀漂亮 薄荷島還有一個瀕臨絕種的生物 眼鏡猴Torshaw Torshaw的外型長得很像 星際大戰的尤達大師 它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們的眼睛 在小小臉上長著兩隻圓溜溜的大眼睛 眼珠的直徑可以超過一厘米 眼鏡猴的外型相當獨特 整個眼鏡猴的體積很小 大概只有我們手掌的這個地方大 但是它的尾巴很長 它尾巴長可以長到我們手肘 那你就會覺得它的眼睛 跟它的頭還有身體的比例 是不太合比例的 之前看新聞分享介紹 眼鏡猴也是瀕臨絕種的物種 目前在薄荷島上面 大概只剩下1,000隻眼鏡猴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去看眼鏡猴的話 大家一定要把握時機 趕快去薄荷島看這個眼鏡猴喔 接下來想要跟大家分享是 菲律賓巴拉旺的愛妮島 巴拉旺最有名是現在 許多藝人很喜歡去的 叫做愛妮島 愛妮島在菲律賓巴拉旺的北部 這裡有45座大大小小的島嶼組成 也因為愛妮島保留自然美景 因此獲得了菲律賓最後的天堂處女帝的美名 在菲律賓巴拉旺的愛妮島是 海島住駕村著名的旅遊目的地之一 愛妮島的原意L是英文的意思 Needle是鳥巢的意思 據說海上的石灰岩峭壁中 有許多金絲燕竹巢 因而享富盛名 島嶼也孕育了很多熱帶的生態 有機會欣賞到數百種熱帶魚 樹林中也侵襲著多種鳥類 愛妮島能完先什麼呢? 當然還是浮潛跟跳島 可以在大小蟹湖中滑著小船 而兩邊樹立著壯觀的石灰岩地形 清澈的湖面可以看到陽光灑落 閃閃發光真的相當漂亮 我覺得是我去菲律賓旅遊這麼多地方 愛妮島真的是誰去一指的旅遊景點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克拉克 這個地方有東方小美國之稱 為什麼呢? 這個位在菲律賓北方的地區 曾經是美軍在太平洋戰爭的重要據點 而因此有美國人的常駐 讓整個克拉克和蘇比克的街景 有濃濃的美式風格 克拉克在菲律賓最大島嶼洲島上 距離首都馬尼拉西北方60公里處 是菲律賓的經貿發展特區 而克拉克原先是美國在亞洲最大的軍事基地 如今已經陽明國際的商務中心和旅遊勝地 也因為克拉克的氣候宜人 空氣比池及溫度都比馬尼拉好上不少 因此也成為菲律賓著名的退休勝地 現在台北也有直飛克拉克的航班 要前往克拉克旅遊相當方便 接下來會一一介紹克拉克的一些著名景點 首先是皮納圖伯火山 皮納圖伯火山曾經在1991年噴發 是20世紀第二大的火山爆發 當時造成800人身亡 20萬人流離失所 反而經過30年的自然恢復 現在的皮納圖伯火山跟一環境不同 恢復了當初綠草如茵的自然景色 當地的政府也在不破壞的環境企劃下 積極發展觀光 使得此處成為了菲律賓著名的旅遊勝地 克拉克水樂園是近年席捲菲律賓著名水樂園 這裡號稱是全東南亞最大的水上樂園 佔定10公頃有14個主題園區 以及超過38個大型的四季滑水道 絕對能夠讓你玩上一整天 如果來到克拉克旅遊 千萬不要錯過Aqua Plant水上樂園 百島國家公園Houndry Islands 克拉克北方沿岸的百島國家公園Houndry Islands 是旅宋島上最知名的國家公園 近年來吸引許多歐美背包客慕名而來 這裡除了能夠跳島、浮潛之外 也能夠參與動物探險、海中漫步、動物跳水 Z-Fly空中飛人、香蕉船等水上活動 國家公園內也有許多的度假飯店 適合想要深度放鬆旅遊的朋友 最後不得不提一下 克拉克有一個天使城 Angela City 因為這裡之前有美軍駐紮的關係 所以周邊也慢慢衍生出來 一些美式的娛樂文化 Angela City這裡有一條Walking Street Walking Street周邊聚集了許多有特色的 夜店、酒吧、俱樂部 這裡也是菲律賓相當著名的紅燈區 走在Walking Street上 常常可以看到身材火辣、濃妝厭抹的人 但是晚上走在這裡可要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菲律賓也是有許多第三性能 看起來身材很火辣性感的人 一開口可是會冒出粗狂的男性聲音喔 總之克拉克有豐富的旅遊景點 也有相當不錯的高爾夫球場 吸引很多韓國、日本、台灣的遊客 來這邊享受度假 接下來是碧瑶伯業 碧瑶伯業是位於菲律賓旅宋島北部的一座城市 海拔大約有1500公尺 氣候相較其他地區來得涼爽 年均溫是15-25度左右 是菲律賓人的避暑聖地有下都之稱 由於氣候涼爽也是菲律賓的教育之都 如果不想要去大城市旅遊的人 碧瑶也是個不錯的旅遊景點 碧瑶有沒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呢? 講到碧瑶 第一個絕對想到的是世界級營產巴拿威梯田 這是世界最大的人造灌溉系統 壯觀的梯田景象有著天國的階梯美玉 碧瑶城市內也有一個伯南姆公園 是位於碧瑶市中心的一個大型公園 是當地人和觀光客都很喜愛的一個休閒去處 可以在裡面散步、六口、騎腳踏車、運動遊湖 非常適合踏青走走 到了晚上也可以去碧瑶的夜市 夜市裡面有很多當地的小吃 像是我們之前這些影片介紹的 Balu或者是Sixing 大家去碧瑶的話 也可以去品嘗這些當地特色小吃 這裡也有很多具有菲律賓特色的 手工衣品跟服飾 價錢也很便宜 推薦大家去碧瑶的話 一定要去這裡走走看看喔 最後我們來介紹瑪尼拉 我們回到了菲律賓的首都瑪尼拉 瑪尼拉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商業金融中心 我們的頻道之前也整理介紹了 瑪尼拉的一些城市 Makati Oligas PGC 大家有興趣喔 都可以再去回顧這些影片 而瑪尼拉也有許多著名的觀光景點 包含許多有特色的歷史古蹟 像是西班牙王城或是中國城 在瑪尼拉市裡面 也有很多高級的百貨商場 度假存酒店 如果說搭飛機去菲律賓 在瑪尼拉轉機的話 可以去走走繞繞 但是我覺得瑪尼拉的自然特色景點 跟上述這些城市比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特別 但是如果平常就是住在繁忙擁擠的瑪尼拉 很多人會利用週末往南去到大雅台打開帶 有很多特色的景觀餐廳 可以一邊享受菲律賓的美食佳搖 一邊欣賞火山風景 如果是喜歡潛水的朋友 也可以再搭船往南去Sappac PG Island PG Island也號稱海豚灣 在菲律賓明多羅島的北部 因為早年外內有很多海豚 所以當地人稱此處為海豚灣 以海地區也有很多熱鬧的沙灘景點 最有名就是這個White Beach White Beach又有小長灘島支撐 海灘長度雖然沒有像長灘島那麼長 但是整體結構很像 沙灘、椰子樹、商店、酒吧跟飯店 這裡也有很多豐富的天然資源 也是著名的潛水勝地 Ricky的Advanced潛水勝照 就是在這邊考取的 所以如果在瑪尼拉想要去海邊 不想要跑太遠 也很推薦可以來這個PG Island 以上就是我整理自己去過 印象深刻不錯的菲律賓旅遊景點 其實菲律賓還有好多好多美景 我自己也沒有去過 歡迎去過菲律賓旅遊的朋友 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 你印象最深刻的旅遊景點 好啦,隨著疫情區塊 以及各個國家的國境開放 我們要出國旅遊的時間應該不遠啦 喜歡藉由今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介紹我自己去過菲律賓不錯的旅遊景點 讓大家對這個國家有多一點認識 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喜歡今天的主題 拜託給我們一個讚 並且訂閱菲偶大安的頻道 點開小鈴鐺 選擇所有的影片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所有的影片喔 謝謝大家 我是Ricky 我們下次見 掰掰